中国足球一直在低水平徘徊 我们也很着急 我们工作应该说我们工作没有做好 这里面原因跟我们的足球管理体制机制的完结 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我觉得根本原因还是在于 我们没有很好的落实中国足球改革与发展总体方案 在这个方案里面把中国足球的未来和当下都讲得很清楚了 我们在落实上还有很大的差距 同时我们在发展足球上不免有一些形式主义 也有一些急功近利的情况在这 所以造成现在有些方面大家都不满意 下一步我想有这么几点我们要做 第一就是要坚定地走改革之路 要把中国足球发展与改革总体方案实实在在地落到底 一查一查的人去做 这个我们一张蓝图会到底 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抓清训 要实实在在地抓清训 不能再把抓清训放在口头上 那抓清训呢也要这个放长远 不能急功近利 特别是要解决清训方面一些长期存在的一些固有的一些障碍 第三呢就是足球换界 足球换界呢 我们要按照总体方案的要求 而且体育总局要负起监督和指导的责任 我给大家要特别强调 体育总局是监督指导 不是领导 同时呢我们在内涵上要建立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 专业性和权威性的这样一个足球机构 我想再强调就是广泛的代表性 专业性和权威性 使得中国足球换界真正一定要成为中国足球发展的龙头 角度会竟大量